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Ricky LH 相信有玩LORD的你们一定很好奇哪一个是最强的单位 但是LORD最强的定义已经有了 就是指力量值最高的单位 若出现平手状况 则按生命值 接着是魔号值决定 今天就来看看每个费用头5个最强的单位 最后也会看看全部一起比较的头5个最强单位 首先的是零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零公益血的 腐蚀药剂桶MK0八条粉碎基营火灵火药桶 毕竟没多少零费单位 所以所有的零费单位都上榜了 第四强的是一公益血的 凡人幽灵 第三强的是二公益血的 巨蛇座 第二强的是三公二血的 无厌屠夫 最后最强的零费单位是三公六血的凯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凯映呢 接下来是一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四公二血的 短齿沙 我是真的忘了有这一费牌了 第四强的是四公三血的 暗影之魔 第三强的是五公三血的 复原前途 第二强的是五公五血的 暴怒血怪 最后最强的一费单位是三十公三十血的 猫杰降临 好像四至一鸣的都不意外 接下来是二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四公二血的 舞台助手重申骑兵污水坑暴徒 第四强的是四公三血的 甲克斯初霞邪灵蜘蛛女王伊丽丝 第三强的是五公一血的 特菲利安求育者 第二强的是五公二血的 沙赫冲锋者 最后最强的二费单位是五公四血的 神皇位队 飞升牌组的牌是最强的也不意外 接下来是三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五公二血的 勒布朗重申脚都是林甲四不像 第四强的是五公四血的 特菲利安莽夫 第三强的是五公五血的 黑潮灾恶粉碎震雷马沙 第二强的是六公三血的 勒布朗 勒布朗上了两个位子 最后最强的三费单位是六公六血的 阿奇尔威洛摩 真的把威洛摩给忘了 接下来是四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六公四血的 艾西冷库碎骨者西维尔夜曲 第四强的是六公五血的 恐怖异兽蓝宝 第三强的是六公六血的 狩猎舰队 第二强的是七公七血的 古代恶龙 最后最强的四费单位是十公十血的 雷尼克顿 飞升者来这里比都好像会上榜A 接下来是五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六公六血的 跳沙基甲盖伦风暴之爪巨雄弗拉迪 米尔黄沙先使 第四强的是六公七血的 巨型纠集 第三强的是七公三血的 雷宇云 第二强的是八公三血的 狂怒骑士 最后最强的五费单位是十公五血的 飞爱 五费的都比较多是少见的牌 接下来是六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七公六血的 维尔戈吾富者达米英强威警长狂照狼王 第四强的是七公七血的 魁尾石角路猛马相族怒林修兰尼 第三强的是九公九血的 厄萨斯 第二强的是十公七血的 达瑞斯 最后最强的六费单位是十公十血的 六费的都比较多是英雄牌上榜了 接下来是七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八公八血的 超大海兽 第四强的是九公四血的 赛恩归来 第三强的是九公六血的 赛恩 第二强的是十公七血的 永恒格斗士 最后最强的七费单位是十三公十三血的 纳蒂鲁斯 七费单位赛恩就上了两次 接下来是八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八公五血的 圣索监管员 第四强的是八公六血的 戈魂首拉萨史提拉图 第三强的是八公八血的 法龙上位无银齐心龙虚 二宁兽塔蒂雅 皇冠首位锻造巨像 弗雷尔卓德之怒居魔首领 埃德雷德雷主机械暴龙 寒冰护卫的奴魔 第二强的是九公七血的 军火库管理员 最后最强的八费单位是九公九血的 泰达米尔 有很多单位都是八公八血 所以有很多单位并列第三强的八费单位 接下来是九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六公六血的 雪麒麟 第四强的是七公六血的 迅腿米娜 第三强的是八公八血的 可瑞娜瓦拉萨比界龙座 第二强的是九公六血的 莱卓斯指挥官恋燕飞龙卡卓格林 最后最强的九费单位是九公九血的 闪钢阵型 真的忘记闪钢阵型了 接下来是十费单位 第五强的是五公五血的 凿魂怪班德尔炮守部队 第四强的是五公十二血的 蔑视者雅塔坎 第三强的是六公六血的 广场守护者领风仲裁者 第二强的是十公十血的 塔鲁席灾厄座云霄战士 西利亚虚二游兽奥瑞龙兽 最后最强的十费单位是十一公十一血的 奥瑞龙兽 十二费的单位只有六公六血的 沙赫奇美拉 而十七费的单位只有十一公十七血的 守望者 因此他们各自都是各自费用的最强单位 最后的最后 看看全部一起比较的头五个最强单位 除了力量值和生命值外 也要按摩号值决定 因此 第五强的是十费十公十血的 塔鲁席灾厄座云霄战士 西利亚虚二游兽奥瑞龙兽 有一些是十公十血的 不过比十费低因此没有上榜 第四强的是十费十一公十一血的 奥瑞龙兽 第三强的是十七费十一公十七血的 守望者 第二强的是七费十三公十三血的 纳蒂鲁斯 最后 最强单位是一费三十公三十血的 猫杰降临 以上就是洛果每个费用几总和最强的单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是全对哦 反正我是没有一个费用是全猜的啦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哦 那么明天见 -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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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